苗栗县长徐耀昌最近正在举办卸任前的巡回十八相镇感恩餐会 不过对此呢遭到了民进党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登 建盈炮轰是根本是变相在替特定候选人的造势 还呼吁检调应该要进行调查 不过昨天呢苗栗地检署证实了说徐耀昌的感恩餐会 通宵场的确涉嫌会选案件 但是跟徐耀昌无关 而是由两名装脚呢发送礼品 疑似是在为苗栗县议员候选人来会选 目前检方已经介入依法侦办 苗栗县长徐耀昌举办卸任前巡回十八相镇感恩餐会 却遭检举在十月二十七号的通宵场餐会上 有疑似会选情势 而检方证实查出社会案件 不过澄清跟徐耀昌完全无关 局县长感恩餐会的部分 那本署目前是查到有两名女子 那在现场疑似为这个苗栗县议员候选人 会选的案件 那分别以发送礼品 以及这个餐饮的部分来做会选 街坊表示有装脚 世界徐耀昌感恩餐会场合 疑似涉嫌为苗栗县 某县议员候选人会选 目前持续调查中 但就怕外界有所混淆 徐耀昌也出面澄清 我从政三十年 也是我这个从政的最后一战 那难道要感谢人家都有事 前市我自己的 前市自己不是县政府的嘛 对不对 县政府拿来要怎么出 而民进党苗栗县县长候选人 徐耀昌也曾质疑 是要常感恩餐会 是否涉嫌为特定候选人造势 呼吁检调介入调查 如果这是为了特定人的造势 参会 那就有涉及汇权的问题 希望检调 误亡误重 另外一个阵营在提出这个 检方才启动侦办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那么多的乡政民代表 县议员 议长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因为他是议长 他们就他代表跟大家致意 选前敏感时刻 各阵营一曲一动 也成为选战工房焦点 谢谢彭光许苗栗报道 静光 李切诚 承许 小ird 李 comple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